据说钢头皮鞋比普通鞋子还要危险 因为当重物砸在上面时 里面的钢板会斩断你的脚趾 而隔壁老王就因为这样变得行动不便 害得评论区的粉丝要天天照顾王嫂 为了验证钢头皮鞋是否更加危险 亚当买来了各种规格的钢头皮鞋 并决定穿着它们进行实验 而吉米则利用钢条打造了一个砍头神器 实验时只要将脚放进装置下方 然后通过释放上面的重物就能模拟意外情况 但两人都不愿意用自己的脚进行实验 于是亚当决定制作一个仿真人脚 他剔掉了自己三尺长的腿毛 然后均匀涂上调制好的藻胶 并在外面包裹上石膏绷盖作为固定 等石膏变印之后他取下了模具 接着在模具里灌入吸胶 这样就做出了脚的模型 之后他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石膏母模 而为了模拟人体脚趾的骨头结构 他们尝试了多种材料 但最终选择了利用真人脚骨为模型 泼膜后胶上树枝材料制作了仿真脚骨 再点上热绒胶来模拟基件 最后他们将脚骨放进石膏母模中 填充好组织替代胶后 仿真人脚就做好了 为了实验更加严谨 他们给仿真脚套上袜子后穿上了钢头皮鞋 接下来将要进行砍头实验 看钢头皮鞋在多大的撞击力下能砍断人的脚趾头 据说穿钢头皮鞋可能会被切掉脚趾 因为这种鞋子前端有一块钢板 当你的脚不小心受到重物撞击时 里面的钢板就会发生弯曲 从而斩断你的脚趾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制作了一个模拟重物杂落的装置 并决定进行砍头测试 他们将穿有钢头皮鞋的仿真脚放在了装置下面 首先他们在0.9米的高度释放了34公斤重物 但鞋子似乎并没有产生变形 脚趾也没受到任何伤害 只是表面的皮革被压扁了 于是亚当将重物增加到了180公斤 即使重量已经达到了最高 可钢片依然没有被压扁 亚当取出里面的仿真脚 发现脚拇指的骨头发生了轻微断裂 但并没有出现整个脚趾被斩断的情况 为了把里面的仿真脚砸得细巴烂 他们将重物的释放高度调整到1.8米 这次又能否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吗 当亚当拔下释放的绳索 鞋子前端已经完全被压扁 随后他们对鞋子进行解剖时发现 虽然每个脚趾都严重受伤 但依然保持完整 并且里面的钢片也不会达到切断脚趾的程度 而如果穿的是普通鞋子 在如此大的撞击力下 估计脚趾头连扎都没了 所以钢头皮鞋一般不会切断人的脚趾 并且它的安全性是普通鞋子的5倍 但即便这样 也不建议大家用自己的脚尝试 据说国外有个姓王的被人堵在了酒店的20楼 但他利用酒店的物品在3小时内制作了一个降落伞 并且在警察破门的瞬间逃出升天 难道自制的降落伞真的能用来逃生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找来了酒店客房内的物品 并决定在3个小时内自制逃生降落伞 计时开始后 三人分别根据自己对降落伞的理解准备材料 托瑞选择的是遮光帘 因为这种材料的塑料涂层不仅具有很高的强度 而且还可以提供很强的风阻 而凯莉使用了质地最轻的玉帘 她将裁剪好的面料缝合起来做出了降落伞的主体 格兰则将连杆搭建起一个方形框架 并套上一整块被套 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忙碌 三人都顺利完成了制作 但只有凯莉的降落伞是传统的圆顶状 其余两个都为方形 那究竟哪种降落的效果更好呢 接下来他们来到试验场进行降落测试 但三人都不愿意带着自己的降落伞从60米跳下 所以托瑞请出了贾人老兄 并在他身上装有加速度传感器 首先进行的是没有降落伞的对照实验 在吊车的帮助下 传感器得到落地的撞击力达到了500个G 而人在承受超过100个G就会必死无疑 那使用他们自制的降落伞 假人又能否生还呢 随后测试的是托瑞的降落伞 虽然他成功打开并减缓了速度 可撞击力依然高达166G 而接下来格兰的降落伞在上升的过程中就已经变形 但在释放后却奇迹般打开了 并且落地的撞击力只有144G 最后上场的是凯莉的圆顶降落伞 尽管他的设计是最合理的 可这次却没能及时打开 导致假人受到了160G的撞击力 托瑞认为应该集中三人的设计优势 就可以打造一个有用的降落伞 那他们能否成功呢 据说有个老王被围在酒店的20楼 但在被抓前他用自制的降落伞成功逃脱 为此留言组决定打造一个能逃生的降落伞 而降落伞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增加坠落物体的表面积 来提高于空气的阻力 从而让坠落物体缓慢降落 所以他们首先要找出酒店内风阻最大的材料 于是托瑞用风扇搭建了一个简易测试装置 为了对比不同材料的风阻大小 格兰找来一个真正的降落伞 并将用作对照实验组 凯莉将材料裁剪成相同大小的圆形 然后做成降落伞的形状在风扇上模拟降落的过程 通过测力剂就能得到风阻的大小 而经过对比测试 风阻最大的材料是遮光帘 但由于自身重量太大 他们最终决定用玉帘作为实验材料 格兰通过高中物理公式计算得出 至少要制作出直径5.3米的降落伞 并将采用圆顶式设计方案 接下来他们将玉帘裁剪成需要的形状大小 然后用胶带拼接起来 为了保证降落伞的可靠性 他们用连杆进行了加固 将伞绳全部系好之后 一个超级降落伞就完成了 那么他真的能带着甲人从高空安全着地吗 下面他们将甲人绑在降落伞上 并用吊车将他们上升至30层楼的高度 可当甲人被释放后 降落伞并没有打开 直到落地前两秒才撑了起来 最终使甲人轻轻地落在地上 而通过传感器的记录 甲人落地时的撞击力仅仅只有4个距 这就意味着跳伞的人毫发无伤 虽然自制地降落伞确实能起到逃生的作用 但我还是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学老老 据说从11米高跳入1.4米深的泳池中一定会被摔死 但如果先丢一个床垫做缓冲 那我们就能放心往下跳 难道床垫真的能缓冲落水的冲击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亚当和吉尼找到1加1.4米水深的泳池 并决定在这里进行高空跳水实验 但两人都表示自己不想当志愿者 于是亚当请出了甲人老兄 为了测试落水时受到的冲击力大小 他们在甲人心脏位置安装了加速度传感器 实验时将用机器把甲人掉至11米的高空 并且以屁股着地的方式释放 当亚当松开悬挂的插销 甲人在池面击起巨大水花 然后撞击在泳池的底部 而通过传感器的测量 甲人在水面和池底分别承受了50和29个巨的加速度 显然这样的撞击力基本上可以开启了 那如果在水面放置一个床垫 是否就能达到缓冲的效果呢 吉尼将弹簧床垫调整好位置后 亚当再次释放了甲人 虽然这次并没有机器很大的水花 但却听到了强烈的撞击声 而感应气测得甲人着地瞬间的加速度达到了86个巨 这相当于一场严重的车火 很明显床垫不但起不到任何缓冲作用 甚至还会导致更严重的伤害 但亚当认为用这样的甲人实验并不严谨 如果真人从这个高度跳下 究竟会摔断几根骨头呢 于是亚当决定让吉尼进行真人跳水实验 看他能否突破甲人的测试结果 据说从11米的高空跳入1.4米深的泳池会被摔死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下面亚当找来一个超级仿真甲人 他有着和人体相同的肌肉组织和骨头结构 而吉尼则在甲人表面附上一层保鲜膜 以此来模拟人体皮肤 然后在医生的配合下给甲人照了X光 通过对比试验前后骨头断裂的情况来判断受伤程度 之后他们将甲人上升至11米高病进行了释放 随着水花的飞溅 甲人狠狠地砸在了水面上 而通过X光检查他们发现 甲人的脊椎和其他骨骼都不同程度受到损伤 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半身不随 随后他们又将床垫放在了水面上 再次从相同的高度释放了第二个仿真甲人 这次受伤情况又会怎么样了 可最终他们发现甲人全身上下都出现了粉碎性骨折 显然用这种方法逃生的话会死得更惨 但现实中确实有为壮汉从高空跳进潜水中并奇迹生还 为了研究他没被摔死的秘诀 两人直接找到了壮汉 并让他训练几米从11米高度往下跳 而训练前他首先进行了湿跳 但他正常的入水深度达到了4米 显然这不可能在潜水中存活下来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在1.4米的泳池中不被摔死呢 壮汉表示跳水时身体要保持垂直 而当接触水面时伸出双脚 并保持紧绷的状态 这样身体就会被缠起来 从而降低入水的深度 在壮汉的训练下 吉米的起跳高度越来越高 那他又能否将入水深度降低至1.4米以内呢 然而训练几天后 吉米就开始以劳累过度为借口将实验机会让给了壮汉 当壮汉从11米高纵深一月后 他的入水深度只超过了安全线几厘米 显然这样最多只是轻微的疼痛 但普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技能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